巧技动物单词 熊猫 胖胖的 panda 老鹰 鸟中之王 天上的一哥 eagle 骆驼 吃苦耐劳的楷模 camel 害虫 看见了要pasta paste 鱿鱼 死贵死贵的 squid 鱼 吃起来很多次 很费事 fish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老师一颗下星星吧 两个苹果 教你掌握英语的九大词性 名词表示事物的名称 比如这个事物的名称 是苹果 那么苹果就是一个名词 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词 比如什么样的苹果呀 红色的苹果 那么红色的就是形容词 动词表示动作 干什么 我吃苹果 那么吃就是一个动词 副词指的是动作发生的方式 我慢慢的吃苹果 那么慢慢的就是一个副词 数词表示数量 有几个苹果呀 有两个苹果 那么两个就是一个数字 代词是事物的替代 这两个苹果 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替代 他们是红色的 那么他们就是一个代词 贯词用在名词的前面 有 a and the 这三种 借词表示方位地点 苹果在哪里 在我的手上 那么在什么什么上面 就是一个借词 连词表示连接 这个苹果和 这个苹果 那么和就是一个连词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老师一颗 下星星吧 一个口诀 教你学会 不同人称的搭配 i am you are she is we are they are he is i do you do she does i go you go he goes i have you have she has i like you like he likes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老师一颗 下星星吧 遇到CH CH怎么读 自然拼读跟我学 教你一招搞定 CH在开头或结尾 一般读CH 比如 cheese church much CH前面有字母S 就发 sk 比如 school schedule scholar CH 遇到R 就发 k chronic Christmas Chrome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老师一颗 小星星吧 对自然拼读 还有问题的 来我直播间 帮你彻底搞清楚 遇到GH 怎么读 自然拼读 来教你一招搞定 GH 出现在开头 就读 个 比如 ghost GH 出现在单词的中间 不发音 比如 but write 当GH 在词尾 就读 f 比如 laugh cough 也可能不发音 比如 though through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老师一颗 下星星 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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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